各位好 我们来看范例8 这是卫星的力学能的一个范例 那他也应用了我们的读普勒 不是读普勒 克普勒的第三定律 运用了克普勒第三定律 然后再加上这个卫星的力学能 这个部分的知识 那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带公式 因为这个公式其实都是需要一些推理 那这边就不做推理 那我们就直接带他 他说有一个直量m的人造卫星呢 在距离地心为r的高度运行 那我们来把它画出来 这里有一个人造卫星 距离地心r的轨道在绕行 那周期是180分钟 也就是三个小时 也就是三个小时 那地球质量为m 地球质量为m 然后重力长寿g 如果想要把这个卫星 人造卫星 从移到同步卫星的轨道上运行 那需要最少多少能量 那 其实 他需要的能量 就是 要由卫星的力学能 那个公式来算 不过 首先我们应该要先算一下他的 到多高的轨道 到多高的轨道 那 回顾一下 科普勒第三定律 是这个 公转周期的平方 分支轨道半径三次方 会是定值 只要是绕同一颗中心天体 只要是绕同一颗中心天体的话 那这个等号就会成立 那今天呢 一开始他的周期是三个小时 180分钟 那我们就是把它看成三个小时 那三个小时的平方 然后分支r 他的半径现在是r r的三次方 就要等于同步卫星 所谓的同步卫星叫做 跟地球一起自转一圈的卫星 跟地球的次道同步 所以他的周期是24小时 就绕一圈 那同步卫星的轨道半径 我们设为r 然后也是三次方 那这里3它24 它就会可以 有8 就是有 可以约分嘛 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 8的平方 r的三次方 就会等于小r三次方 那开根号 开立方根 开立方根 最后会得到 r就会等于四大r 所以我们的这个r呢 就会等于四倍的大r 这样子啦 那知道了这样子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 运用卫星的力学能的公式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没有办法做推理 我们直接 用它的结论 如果同学 好奇它怎么来 就要去看一下其他的影片 卫星的力学能 一呢 就会是 负的 2r分之大区大胜小m 然后卫星的 呃重力卫能是 负的 大区大胜小m 负的r分之大区大胜小m 去除以2r 好 那 如果你看其他的影片 你会学到一个口诀 好 那就是u 等于 21 等于-2k 哦 这是 对于 等数 圆周运动的 卫星 它的力学能 哦 的公式 就是u u 然后买了两件衣服呢 花了2000块 付了2000块 这样子 好 我们讲一次就好了 那 所以 这是 题外话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要用这个 用卫星的力学能来算 这个 需要多少的能量 才可以让它到新的轨道 一开始是在r处 然后后来是在4r处 所以一开始的力学能呢 就是这个小r要带入 r 要大r 所以是2大r分之大区大胜小m 那后来呢 后来是 小r要带入4大r 所以变成是8r分之大g大胜小m 那 能量差异就当然就是由后来的减去原来的哦 就是它需要补充的能量 那 那就会是 2分之1-8分之1 8分之3 就会是 正的8分之3 大g大m小m 除以r 这就是它的答案 好 那这一题我们就是运用了科普勒第三定律 然后还有卫星的力学能公式 那它其实还有同步卫星 它还考你同步卫星的这个 同步卫星的意思 就是这个24小时 它绕一圈是24小时 所以这题的答对率才三分之一多一点 可能是因为它有需要一些背景知识 好 到这边 谢谢